毛泽东 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荣 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1937-1945年43-51岁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 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 封一族史著称 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 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 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 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 1940年2月 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30万美金上 这相当于今天的4500万至5000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 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 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 年年直线上升 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 以实际算 1937年19859 1938年15972 1939年52250 1940年97254 1941年20万 1939年的急剧增长 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 增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 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决战6月21日的日记提到 增粮有逼死人的 谢决灾地位既高 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 所以胆改一直既日记 1940年 天灾欠收闹计划 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 1941年 收成减少两三成 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翻 当地人怨声再道 毛也知道这一点 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 说一天雷雨中 某县长被雷电击毙 一位农民就说 老天爷不睁眼 咋不打死毛泽东 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 决定捡征公粮 事实恰恰相反 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 发生在1941年6月3日 而四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 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 也就是说 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 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 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 供草税及马料 另一次 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 对我有一份 原因及那年公粮负担重 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 其中之一说 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 把相上的眼睛挖出来 审问他时 他说 毛主席不长眼睛 真实的公粮数字 此后不再公开 1942 1943年 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 比实际上 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 陕甘宁边区的税收 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 可是谢绝哉在1944年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 边区的农业税 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 有的人交公粮后没得吃 所交公粮之数 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 如白玉滨全家四口 收粗粮五大石 去除公粮四十六斗六升 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 盐很容易生产 根据1941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 边区有七个大盐池 产盐方法靠天 夏季太阳一晒 水面结晶 稍微下点雨 容去消质 打下就是 过去只要盐有消禄 产量是无穷的 共产党占领头四年 没有产新盐 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 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 报告说 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搭计划 1941年 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 开始产盐 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 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 盐占了90% 中共宣传说 盐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 事实上 他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 出口口岸在南边 运输全靠农民做一工 跋涉在700公里的崎岖山路上 称之为官都民运 谢绝哉等人向毛尚书反对这个人民陪累 荒废农食 抢索不愿的严酷政策 但毛告诉他们 官都民运政策不但是为可厚非的 而且是完全正当的 要农民农侠必须去 非去不行 他还在农侠二字下加了卓仲号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 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 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 种鸦片 几个星期不到 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 此年 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 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 在延安 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 中共掌权后 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 我们问施者时 他先说 这个东西传出去 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 接着承认说 是有这个事情 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 是高粱 鸦片种在中间 1942年8月 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 直截了当地问毛 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 毛不吭声 邓发替他回答 鸦片能赚钱 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 西安报纸上 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 指出陕甘宁边区 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亿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 跟国民党将军邓宝山的管辖地接壤 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 有个中共党员做秘书 女儿也是中共党员住在延安 她不时造访延安 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 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中鸦片 号称鸦片大王 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 蒋介石曾考虑让邓将军换房 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 要将停止调动 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 将只得打消换房的念头 毛对邓将军的感谢 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般 他两次特地提到邓 一次与马克思并举 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 邓宝山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 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 也挂上一连串头衔 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 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功夫 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 1943年2月9日 毛电告周恩来 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 现党政均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一 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 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 1942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 据苏联人1943年估算 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 价值二十四亿法币 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 到1944年 用秘书长谢绝哉的话说 中共很富了 而这无疑是由特货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 王恩贸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具 开始吃了一顿点心 糕 糖 油煎的花生和面块 梨子 枣子 花生等 继续吃了几十碗菜 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 从其他根据递来的干部 常常惊呼 延安吃得太好了 延安党校伙食 每天都是四菜一汤 大盆四方块 红烧肉 让你吃个够 我问他们 是不是七大代表 都是吃这么好 答复的是你来 已减少了一半 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 邓宝山将军1943年6月与毛重逢时 恭喜他说 1944年 中共停止种鸦片 原因之一是鸦片过剩 有人提议特货内销 即卖给边区的老百姓 毛泽东否决了这个提议 农民吸鸦片对他有害无益 知情的干部对种鸦片感到不安 毛针对他们讲了一次话 谢绝在1945年1月15日记得 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 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 不拿不得活 二是重某物 不重度不过难关 这样看来 中共只犯过两个错误 两个都犯得有理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 鸦片的主要好处是 不再受驻军骚扰 在此以前 他们的房子被占据 日用品和农具也被征用 鸦片带来财富以后 毛泽东采取措施 要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 部队退还拿用的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得填赔偿群众损失统计表等 还帮助农民种田 据毛说 迄今老百姓对共产党都抱着 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外来共产党人跟当地人之间的关系 局限在工作需要 或是新年到村子里去扭扭秧个 想征兴的拜拜年 通婚 甚至一般来往 都是稀罕事 鸦片带来的财富 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 巨蟹决灾记载 共产党吃大噪的 每年也吃肉24斤 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5斤 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 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 1943年6月 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 其实蒋并没有要打 要闪干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 菜书 猪羊 存款 还有他们终生的积蓄 一点点金子 贫困给闪干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 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 谢绝哉 1944年10月12日的日记写道 延安市一年生183 死224 志丹县今年上半年 出生率3% 死亡率14% 死亡率是出生率的5倍 至于原因 谢说是 衣食住军博 怕暴吃牲口 人畜同居 生了病又没医生 财政部长李福春 1944年11月说 边区是财旺 人不旺 疫病流行 人畜死亡率仍高 有一个故事广为人知 毛在延安搞精兵减政 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实际上 毛泽东要征服中国 需要更多的干部 更多的兵 精兵减政是不可能办到的 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 他便接了过来 利用他把老弱病残 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 清理出干部队伍 送去参加生产 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 有特别规定说 对这些人需安置在较中心地区 亦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 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 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 从1943年3月的机密文件 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 可以看出 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 增加的大多在基层 目的是加强控制 毛也以精兵简正为名 合并最高层的部门 便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 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 有所不知的是 闪甘宁边区毫不逊色 据谢绝在日记 1944年跟中共出来的1937年比 延涨了2131倍 轻油2250倍 年化6750倍 火柴25000倍 1942年6月2日 解放日报一篇文章 标题是娶不起老婆 里面说 过去娶老婆 费钱是几十元至一 二百元 现在花数万元边币 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 但闪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 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 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 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 谢绝在1944年10月16日记载 一般放账利率 去年月息为30%至50% 更可怕的还有每集 五天 每万元出力1500至2000元 即五天之后就涨15%至20% 为了筹款而被迫卖轻的农民 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 粮价的5% 毛统治中国多年后 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 依旧穷困不堪 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 瑞典人米尔达 J 莫德 1962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你 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 延安是个贫穷 落后 不发达的地方 米 我住在一个村子里 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 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 延安又穷又落后 你不该去哪 里的村子 米 但那里有伟大的传统革命 战争 我的意思是 延安 到底是开端呀 毛美等她说完就打断她 传统 大笑 传统 大笑 我订有什么事 我认为你发信了 我认为你